又到周末,今天要讲的是美国货币政策 市场现在就估计联储局会有几英 就是说会不会很快和很大幅度加息 原因就是由于现在通胀高企 既然有猛于虎的通胀 自然就不能够用白胶去对付 而这只老鹰更加是越狠越好 那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 不过如果在金融市场我们看到他的行动 可能反应都已经迟了 这个短片就会看看联储局最新的会议记录 讲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启示? 另外,为什么与其留意联储局主席或者财政部长的一言一行 不如听一下老公部长所说的更加有意义呢? Hi,我是二二 我会在周末分析经济投资议题 如果内容有用请你点赞和订阅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那你就会收到新片的通知 另外,有一个年回报相信可以做到20%的价值投资系列 一共10个短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描述栏和playlist观看 这个短片是会讲 如何从联储局会议记录看 美国利息的走势 以及为什么看劳工部的政策更加重要呢? 根据美国联储局2022年1月25号的会议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加息应该事在必行 而当中原因就可以看到记录里面的这番说话了 因为通胀高和劳工市场很强劲 而而在之前的短片多次讲到 联储局的政策目标就有两个 充分就业和控制通胀 由于现在美国劳动市场复苏 通胀就更加是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的新高 所以如果疫情在未来没太大变化 就应该会像会议记录那样说 货币政策就一定会转为紧缩了 但是市场都预计了就来加息了 问题只不过是加息的幅度和速度而已 那联储局会怎么想呢? 我们可以看看会议记录的另外一段 当中就说到政策两大目标通胀率就比较明确 就是说扣除能源和食品的通胀率应该控制2% 但是就业市场方面就没有明确说到 只是说会考虑众多的指标和因素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不会只看失业率 那二二在之前的短片已经说过 各种迹象和历史都告诉我们 失业率4%是一个重要指标 那所以如果我们再看会议记录的这一段说话 当中正正就提到 现在美国失业率虽然低于4% 3.9% 但是会议有参与者就表达 现在美国劳动人口参与率比疫情前就明显低 而这个正正是在我之前这个短片讲到的情况 正如美国知名诺贝尔经济学者克鲁明所说 这个叫做大退职潮 亦都可以说是大劈炮潮 那根据我的计算呢 如果这些退职人士 纷纷都回归回劳动市场 那现在的失业率呢 其实应该大约是6%的 那所以联储局在做未来的适合政策 一定会考虑这个因素 那究竟有没有多些线索 可以看到适合走势呢 有的 那我们可以再看这一段会议记录 他就说到由于现在劳工市场和通胀都比较紧张 所以加息的速度和进度和幅度都会比较起2015年的时候更加快 哇这个言论都很英哦 但我认为其实都很夹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看历史 2015年联储局开始加息 去到2016年尾 一年半里面 利息只是升了半里 为什么呢 因为2015年年中 美国失业率仍然大约是5% 而美国利息只是去到2017年尾 失业率跌到去接近4%的时候 才再加多半里 而直至去到2018年呢 先比较大幅度加息 加了超过1厘啦 所以如果以现在美国失业率 加上我们讲劳动人口参与率这个因素 那就是说其实现在和2015年年初的时候 失业率是差不多啦 但现在通胀高一点嘛 利息加得比较快和比较大幅度 其实很正常哦 一点都不应 那我们要记得 其实2015年开始 一年半里面利息都只是加了半里而已嘛 那如果货币政策不会太应 那通胀又怎样能够受到控制呢 那我建议美国不如学下他的老祖宗英国 即是另一个金融巨头 有什么高见 英伦银行行长Andrew Bailey呢 在2月初就说了一番说话 他说他希望那些打工仔呢 就不要要求雇主大幅加人工 那这个提示呢 就绝对不温馨啦 也都没有政治智慧 尤其他拿着一个高薪后职嘛 那所以这番言论呢 就不单止离地 更加上了太空 那但是如果从对经济运作的洞察力来看呢 就非常正确哦 在过去的短片 我都已经说了很多次 很多人都误会通胀是货币现象 其实呢 是一个加人工现象 详细呢 可以看回这个短片 知名经济史学者Robert Skidelsky 他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呢 就转研得太多数学啦 就看得太少历史 那我翻查回这个 那么敢说真话又对经济问题 又那么确切了解的英伦银行行长 他的学历就肯定是厉害啦 没错啦 他就毕业在英国的剑桥大学 不过他读呢 就不是金融和经济 而是历史啊 那无论如何啦 如果利率对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力 而通胀和劳动市场又会决定利率政策 那通胀又由劳动市场情况决定 那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市场啦 劳工市场啦 那我们分析金融经济呢 除了看中央银行 因为他负责货币政策嘛 和财政部即是负责财政政策之外呢 其实更加应该看劳工部的劳工政策 和他的言论哦 那二二呢都会在未来的短片呢 做出这方面一些的分享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 拜拜